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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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面跟谁了 小睿 我要聊一下雾霾这个话题 我已经不能再忍了 哇 不大小都看不到 下都看不到 舞霾白茫茫下班都超不超假 甘心掏数口罩精心填在脸颊 不敢去溜冻呼吸动作不能太大 怕飞下一想就害怕 口罩两天 买一大堆下高越超越过两天 尤其一到冬天开始烧杯两天 今晚是一几两颗宇宙宝费两天 口罩两天 一眼折瘦就转开 心一口闻蜜在斗 出过花朵 长大便绿螺 风不够 买不够 每天起到哪头把握满嘴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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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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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笑都看不到 泪 脸色贴飞 吴 吴 吴 大笑都看不到 吴 大笑都看不到 来 小睿 因为雾霾 我相信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感触 但对我而言呢 就是我来北京读研究生之前啊 我以为对我改变最大的 有可能会是广院的知识海洋 又或者是帝都的这个灯红酒绿 我还没想到是雾霾 因为我来这之前啊 我在家收拾行李 我把我的衣柜翻了个遍 我在想 拿哪件衣服好呢 北京的秋啊 我要去街拍到秋天的时候 但万万没有想到 来了之后秋天啊 我去长江公园拍 带着相机去了之后 长江公园里面烟雾聊 啥也看不见 后来呢 我就在那个淘宝收藏里面 加了好多好多口罩 不同颜色 不同款式 不同质地 囤了好多好多 我就发现雾霾真的是不知不觉 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就拿小孩来说 我觉得妈妈的感触一定特别深 我们小的时候写作文 会在里面写什么 蓝蓝的天呀 白白的云 但现在小孩哪见过这样的景象呀 偶尔见一次蓝天白云 你会发现朋友圈里面就刷屏了 这反而成为一种奇景了 在雾霾天里面 人与人之间反而多了一些理解 有那种外卖小哥 如果给你送晚了 你可能也不会忍心去骂他 或者说催促他 反而会说一句壮士小心 但是你们不觉得这样的理解 这样的笑对雾霾 虽然听起来很坚强 但是有一种特别浓的心酸 就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也很无奈呀 那我们还能抱着一块枯杂点 所以今天说这么多 可能我也提不出来 什么特别好的改变的建议 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作为一个 就作为一个生活里面的普通人 我想忠心地发出一个希望 就是我希望以后 我们的生活里可以多一些蓝天 我希望雾霾和蓝天调个个 不是说有蓝天了我们刷屏 而是以后真的雾霾了我们才刷屏 让我们的小朋友们 不用嗓子那么难受 小朋友们也可以感受到 我们小时候 每天都可以出去撒花玩的那种感觉 不用关在家里面 只能玩iPad 只能玩手机 大家怪小朋友们不出去玩 我们有玩的条件吗 真的 我不说了 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你说你说当然 因为我也很讨厌雾霾 就是我有一次 就是雾霾天就特别严重 就基本上我们小区 那个楼下没关门 就那个雾都飘进来了 然后我那天要赶火车 我早上六点多的火车 我五点半才醒 我哐的一下起来 我牙都没刷 我就拎着枪子下去了 然后我们那个电梯还坏了 我是跑着楼梯下去了 我那个一出那个楼梯门 我就眼睛往这边瞟了一下 就看见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黑影 然后没有头 就这样慢慢慢慢就飘起来了 然后我吓得扭头就跑 就吓得我心脏都跳出来了 然后等到我走到那个 好不容易走到那个小区门外的时候 我就看见一个女生 穿着一个长的黑的羽绒服 戴着一个肉色的帽子 在那里扔垃圾 早上五点半 她在那里 就是好气哦 从此再也不能够 只是肉色的帽子 你知道吗 所以你其实恨的不是雾霾 是肉色的帽子 恨的是雾霾天里肉色的帽子 补充的特别好